它是刺激我们眼睛的肌肉 整眼睛精神了很多 其实眼睛是有神的 眼睛是圆一点 还有眼尾的位置是向上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 Juji眼部按摩仪小炕斗 可以抚平眼部皱纹 眼袋浮肿 已经加脂汉纹了 它刚刚推出了一个新版本 新版本有什么分别呢 即是贵一点 贵二百元左右 但它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趁舊屋还未卖完 大家应该选哪一款呢 我现在想和大家说 新的Juji眼部小炕斗的分别 主要功能上 它会多了HF 除了RF、EMS 之外就是HF HF是高频档 用来微电流刺激 令皮肤提拉的方面会强劲一点 如果你有留意 我们Juji面部的棒棒 它也有HF功能 可以提拉面部的肌肤 其实RF不用多说 就是可以提升皮肤底层的温度 然后令到肌肤下面的骨胶原自己增生 这是人都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HF会配合旧有本身的EMS EMS提升我们的肌肤 现在我又试一试给大家看我这只眼 其实今天眼袋都严重 我就看看眼袋 它的眼袋 以及提升我们眼部肌肤的功能 用法都顺便教大家 首先它会配合了眼部型胶啫喱 即是它自己的啫喱 如果要配合我们只得一倍 如果想用自己家用的型胶 留意如果要很重水分 不要有油分便可以了 我先塗了 塗了足够 即是不要省 足够的啫喱之后 它有两个按键 上按键 长按 它就会亮灯 看到自己RF 这个字 感觉到部机会震 震它震 然后有三个颜色 就是红色 蓝色就是最低 最轻微的温度 中间就是红色 紫色就是高温度 用高温度去到 高温度去到41度左右 如果41度 令到我们肌肤底层 可以帮手令到血液循环 以及肌肤底层温度高 便会刺激骨胶原增生 数据方法有两种 你可以拿着手机慢慢向上掃 为何要向上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向下跌 便很容易显露 向上掃 一路这样掃 就掃到5分钟它自己会停 向上掃 不要做眼珠遮瑕的位置 那个位置是危险的 所以不要这样做上眼皮不好 但做眉这些位置是可以的 眼部周围 我觉得这个遮瑕的范围 比上一部机多 因为它头大一点 这个就是RF 稍后跟你说了一会 可能血液循环了 你就会觉得眼睛没那么浮肿 眼睛就提升了 你不用太大力 千万不要太大力 我示范一下EMS 按多一下它转HF 接着有档次 我先按最高的档次 有档次的地方才好用 不然它就会没有倒电 它就是刺激我们眼睛的肌肉 也就是 5分钟而已 它都会自己下肌 不要每天做 一个星期做2-3次就好了 不然就会太过刺激我们眼睛 反而会有反效果 好像我这样 每个地方放3-4秒 再向上掃3-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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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就精神了很多 其实眼睛是有神的 眼睛是圆一点 而且眼尾这个位置 是向上提升 这个会浮肿一点 我会做到这边之后 其实最终多久 不会很久 但RF可以在你做完眼睛之后 一两个星期骨胶完 再增生之后 那时会更加明显一点 你会觉得眼睛没有那么粒陷 会饱满一点 我一向做美容院的相机 都会做RF或者电流相机 原理都很差不多 但做完之后 我就觉得眼袋已经没有那么下 眼睛向上提升了 眉尾是明显很多的 这个是新的 新版会贵$200左右 始终新出 而我观察之后 刚才我所说的分别 大概是刚才那种分别 就是多了HF 而且头大一点 掃的范围 你会觉得 连这个眼睛下面的位置 都可以掃到 那个范围会大一点 这样就会更加全面了 整个area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新的东西 要介绍 记得follow我们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按个小钟